刚买回来的鱼肠趁着它还没反应过来 记住一口热开水直接倒下去 咱们就开始制作养花的万能肥 鱼肠肥了 大家好,我是佛山二画家 趁着家里人不在 我偷偷的又开始搞鱼肠肥了 今天早上在菜市场 看到一大堆的鱼肠丢在那里 经得商家同意之后 我就把这五斤的鱼肠给拿回来 其实咱们城市人的生活还是挺不容易的 买个鱼肠发酵个肥料 居然还要给钱 真是太那个了 但是今天这个鱼肠是免费的 如果有条件在家 一定要学会自己发酵鱼肠肥 因为鱼肠里面含有大量的营养成分 这些营养成分 您会发现以后养花种果素都不缺肥料了 看看这个鱼肠 才热水下去才十来秒钟 整个鱼肠就变了一个颜色 为什么要用这个热水烫一下 其实好处还真的不少 第一个就有效的杀菌 第二个好处就是高温可以让蛋白质进行凝固 如果蛋白质没有凝固的情况下是很难分解的 但凝固的蛋白质会相对来说容易分解很多 咱们在制作有机肥 一般情况有三种的制作方式 一种是水泡的制作方式 第二种是半土堆肥的发酵方式 第三种是半干的发酵方式 今天我还是用传统的方法直接水泡 因为水泡发酵的鱼肠能非常快速的形成鱼蛋白 而鱼蛋白在春天的时候效果是非常好的 这个浸泡已经差不多有十分钟左右了 打开来 这是一个带水龙头的发酵桶 这个桶是蛮好用的 哇有点烫 其实我是蛮担心这个袋子受不了的 但还可以 经受住了考验 我们把它倒出来 哇这个还是有点烫啊 好倒出来 这袋子好心啊 先放一边 这个就更烫了 这鱼肠下面没有完成的烫熟 但是也差不多了 好了 看看这个鱼肠 其实鱼肠的发酵呢 不仅我们是可以发酵鱼肠 鱼鳞鱼骨甚至鱼骨头 或者是鱼肉都可以的 不一定是鱼肠的 有些朋友喜欢去钓鱼 那么恭喜你 鱼在家就有可能有无限的鱼蛋白了 因为这个东西发酵真的很简单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往里面加入清水 老实说呢 如果家里有那个凉白开 那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没有呢 就像我一样 把水龙头的水直接打开 也可以 所以我这里是五斤左右的鱼肠 也就是说我大概加15斤左右的清水 把它泡过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多 说来说呢 我们发酵有机肥呢 只需要用到两样东西就可以了 一个是EMG 另外一个就是红糖 但是如果是发酵鱼肠的话 里面含有大量的蛋白质 所以呢我们需要给它配备一点这个 这个是木瓜蛋白酶 木瓜蛋白酶就是我们口腔里面的唾液 这个东西能非常快速的分解这个蛋白质 当然了我不建议大家买一包这么大的 因为这个放久了的确不怎么效果好 所以我今天打算给它大量的这个木瓜蛋白酶 看看过期的木瓜蛋白酶有没有好的效果 来有点脏啊 这木瓜蛋白酶已经用的放了太久了 颜色都开始变了 你看整个的变成这种黄色了 咱们买回来的时候千万不要买太多这个东西 变硬了 看看我们挤一些出来 其实如果家里有生木瓜呢 你可以弄点生木瓜 那里面也有这个木瓜蛋白酶 其实木瓜蛋白酶就是从木瓜上面提炼出来的 好了一整块 哇这个量够了 基本上如果我们平时发酵呢 用20克左右的量就够了哈 然后是红糖 红糖一般情况呢 是我们的材料的大概是十分之一左右 那三斤左右的那个五斤左右的厨油垃圾鱼茶呢 我们要放那个那个五斤就是一千两千五百克 也就是说一百十分之一我们要放250克烘糖 这个多少都可以 多一点呢效果会更好 好了 最后呢就是这个一安菌 这个是厨油发酵的 专门发酵厨油 尤其是发酵鱼茶 用这个也挺不错 这里一定要含有那个乳酸菌 乳酸菌含量一定要多 一般情况呢像这样发酵鱼茶呢 我们是大概用50毫升左右的量 大概就可以了 好了差不多了 把它搅拌均匀之后就可以把它倒进去了 来 一定要搅拌均匀哈 要不它极个别的浓度太高呢 不是好事 这样子 把它倒进去 你看下面还凌固着一大块 所以还要加点水 让它继续溶解 做好的鱼肠肥呢 把它放在通风阴凉的 如果阳光比较不错的也可以 那另外呢 我们需要每天的搅拌一次 每次搅拌呢 如果有五分钟左右 是最完美的 然后大概是一个月左右呢 就会变成那个氨基酸的水溶肥 也就是说鱼蛋白 有朋友可能会说 为什么一定要在家发酵鱼肠肥 因为鱼肠肥呢 第一免费 第二呢 鱼肠里面还有大量的磷肥 以及各种的营养物质 最重要是里面的蛋白质含量 是非常非常的高 而鱼肠发酵好的肥料 您是无法想象 到底它有多么的完美 只有用过的人呢 才知道这个鱼肠肥发酵好 这种氧化种果素是多么好 当然呢 鱼肠肥在发酵的过程中 会引来很多的麻烦 比如臭味啊 还有呢 就是虫子的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呢 其实都很好处理 只要懂得正确的方法 您会发现 您在家 以后就有免费的养化好肥料 尤其是养化种果素 一定要学会 好了 今天啰嗦到这里 我是佛萨阿发酵 感谢大家 拜拜